我們來看下一個物件 我相信這個龜毛程度是有的 因為我大概做了一下下功課 好 那下一件寶玉 我們又來看又是個銀弧 是 但是它的特色在 線打 對 下冰線的線 是 就是因為它這個外觀 是 一顆一顆一顆 是 也跟剛剛的那種銀弧 做法又不一樣 它也有它的特色 那其實這個量是滿大的 所以我們挑這個 就挑更精緻一點 要有糖號 因為有很多這種銀弧 是沒有糖號 像這是金賞糖 基本上名門正道 那原則上就是看它的工藝 還有它的耐心 因為真的要打這個 真的不容易 那這個琴老闆 那它那個滿大的 你是怎麼挑的 當初在綠售的時候 它是這樣 它有很多尺寸 這一個是18吋 我知道了 我朋友買到35吋 更大的 你不喜歡那麼大的 我大概這是使用的大小 而且我發現 它這樣 我們看到外面這樣 一顆一顆一顆 這樣的造型 也都是用手工藝打出來的 一顆一顆敲 但是你要知道 這樣敲出來 你要每一顆大小敲出來 是一樣的 你那個力道 拿捏不簡單 而且它有層次 有大顆小顆 然後每一個環 都是不同的大小 對 你近看你真的會覺得 真的很讓人訝異 因為它從內側可以看到 它敲打的痕跡 沒錯 所以當初 您這又是在日本當地買的嗎 這個是在台灣買的 在台灣買的 但是買家也是從日本買回來的 買家從日本帶回來 那這個是比較久一點 這個大概在六年前買的 所以琴老闆 您現在看得怎麼樣 好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 北村進鄉的那個壺 對 鋅鋅鋅鋅 它就是一個很古典的手工壺 是 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 現打的這個銀壺 這就是一個商品 它稱不上一個是藝術品 它就是一個商品 這個商品它是一個貴重金屬 銀製的 但是這個商品的大部分的工藝 都是機械性的 是 機械性的 不是說看看剛剛用手打出來的 但是我仔細看了一下 大概有很多的地方 都是現代工藝 比如說它是用 鉚釘的方式做的 它並不是打出來的 鉚釘的方式打 另外它這邊是用銀焊的 這是兩塊 也就是說 這個壓膜以後 兩塊焊起來 再加上去 沒有拋光 所以這個壺 基本上我覺得 它算是一個商品 不過這個商品 我覺得它還是有很高的 實用性 很高的實用性 所以它的價格應該也不低 也不低 當初入手價是 七萬塊 七萬元 那現在到底值多少 來 請見價 八萬元 有 沒有虧本 有得燒水喝茶還可以增值 那是多幸運的事 對 你說導熱快嘛 對不對 有時候客人來等不及的時候 馬上泡 對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看營銅道 有的人 譬如說你去中國去買 他們都打 999 對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體煉到999 你那個成本太高了 基本上在歐洲的話都是926 大概在日本的話就是900 OK 所以呢 這個現打營物不錯 還是有它的價值帶 對不對